岳云鹏假唱又被发现了 不得不说小岳岳贵的真熟练 之前是没进去拍子 这回是被孙老师给搅和了 7月6日 岳云鹏青岛万人相声专场圆满结束 四个小时的演出 三个小时相声 一个小时演唱会 这个票钱真是值了 为了防止一些网络上的流言蜚语 小岳岳还特意在专场上特意表明 是从7点半演到9点40的相声 其余时间是全场大合唱环节 将相声专场开成了演唱会 相声说成这样 小岳岳也是独一份 看得出来 岳云鹏为了今年的首个相声专场 还是做了许多准备 特别是那个刘欢造型的假发 就连搭档15年的孙岳都满脸的嫌弃 不过现场的气氛在小岳岳出场的那一刻 立马达到了高潮 除此之外 岳云鹏还特意地加长了舞台 只为能跟观众近距离地互动 要不怎么说岳云鹏是德云一哥呢 时时刻刻都把观众放在第一位 在演唱环节 岳云鹏也是尽力地满足观众的愿望 可以说岳云鹏把所有会的歌曲都唱了一遍 观众们也是尽情地跟岳云鹏一起合唱 万人大合唱的场面非常的壮观 看到观众如此的给力 小岳岳还跟一旁的孙岳得瑟起来 让孙岳下去休息休息 孙老师 你下去休息一下 看到小岳岳相声专场如此的火爆 不少网友表示小岳岳开个演唱会吧 我准备今年啊 开个演唱会 我也跟领导聊了 领导生你有实力吗 我说我有实力 你有信心吗 我说我有信心 领导生你有钱吗 我说再见领导 没关系 那我们就把这个相声舞台呀 一会儿争取 变成一个演唱会的舞台 是是 就是跟大伙 有说有唱 把相声跟演唱会结合到一起 小岳岳可以说是头一个 第一次就能有如此的成功 希望小岳岳能够继续下去 几千块钱跟小岳岳K哥一个小时 这票钱是真值了 岳云鹏就是录制的综艺 就揭开了明星实力的差距 近日岳云鹏来到贵州六盘水 录制综艺节目 谁也没有想到 等待他的是一批特殊的粉丝 这些粉丝并不是年轻的观众 而是中老年的大爷大妈 岳云鹏直接秒杀同行其他明星 在这些大爷大妈眼里 除了小岳岳就没有了其他人 不但如此 还将小岳岳的歌编成了广场舞 见到大爷大妈的岳云鹏 就像过年被迫要表演节目的小朋友 不得不说 阿姨们追起心来 就没有其他人什么事了 毕竟谁能拒绝融入广场舞的小岳岳呢 原来征服阿姨们只需要一个岳云鹏 岳云鹏在此前在录制综艺时 也经常被阿姨们包围 甚至邀请岳云鹏一起吃饭 因为一直在帮助顾客拿鞋子弄脏了手 怕阿姨嫌弃不想握手 但阿姨却一点都不嫌弃 小岳云 你好 我摸了很多鞋 我来两天了 请你吃东饭 等我忙完呢 相比起内与其他人 小岳岳的国民认知度极高 光是六灯春晚 让许观众记住她这个喜庆大胖脸 更何况小岳岳无论有多大的名气 都非常的平易近人 不端着架子 每次被粉丝偶遇 都是笑咪咪的脱帽 跟粉丝打招呼 接地气的样子就像朋友一样 试问这样的明星谁能不爱呢